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 我是琪琪 普通玻璃爆裂之後很容易會傷人 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 於是有了鋼化玻璃 這種安全的玻璃 因為它的強度是玻璃裏最高 而且即使是碎了之後 也不會那麼容易傷人 但是近日我們接到了 來自珠海何英韜先生的求救 他就說他家裏的鋼化玻璃 他突然間爆炸 為什麼會這樣呢? 安全玻璃不安全 這個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當時我聽到啵聲 啵聲之後我立即打開了門 開了門之後我看到什麼? 我打開門之後 看到羊腿上面的玻璃窗 有一個玻璃已經碎了 而且地上全都是玻璃碎 當時我就覺得 幸好我家裏沒有人 也好一點的 但是我又想到 因為看到有些玻璃碎 是掉進了羊台這邊的 如果一個不小心的 有些玻璃碎掉到外面的話 就會弄到街坊 這樣會傷到人 我覺得這個是最嚴重的一件事 珠海河先生家裡的羊台 和浴室裡面使用的是 鋼化玻璃 這種鋼化玻璃 比普通玻璃 要貴每平方米 20到30元這麼多 鋼化玻璃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一般的普通玻璃 在生產過程當中 表面存在的 微小的裂紋等切線 它的抗拉伸強度 和抗衝擊的強度很低 那麼我們通過鋼化以後 這個表面強度得到了提高 能夠使得它在抗拉伸 或者抗衝擊的強度方面 得到很大的改善 也就是說鋼化玻璃 是比普通玻璃更加堅固 更加不容易碎的 那麼既然鋼化玻璃的抗衝擊能力提升了 為什麼還會自爆呢? 聽起來都覺得不可思議 調查員上網一搜索 原來鋼化玻璃自爆 根本不是什麼天荒夜潭 而是時候發生的新聞 最近的一宗就發生在2015年1月24日 深圳有位萬先生家裡的浴室 的鋼化玻璃門突然自爆 還詐傷了萬先生 年僅6歲的兒子 綜合這些是網上找到的 鋼化玻璃自爆的新聞 我發現家裡的鋼化玻璃 最容易爆炸的地方 就是浴室和陽台 為什麼這兩個地方的鋼化玻璃 會最容易自爆呢? 鋼化玻璃自爆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讓我去問問人 謝謝 老闆 我想問有沒有鋼化玻璃? 沒有 現在是鋼化玻璃 那什麼時候有? 7年了 7年了 老闆我想問這裡有沒有鋼化玻璃?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那大概什麼時候? 明年 哪些事可以看一下嗎? 他會不會自動爆炸? 不會 一般的 除非你撞到他 他不干化的話 很危險 他如果爛了的話 那如果他爛掉的話 是怎麼樣的? 是 就一例子一例子 我說了你 人為的嗎? 人為的 因為沒有 也有自爆的情況 那是很少 因為春節放假的原因 建財市場已經暫停銷售玻璃 通過暗房 賣玻璃的店家 向調查員承認 鋼化玻璃的爆裂 有可能是人為的 也有可能是自爆的 那至於為什麼會自爆 還是沒有解答 來到建財市場 問人找不到答案 人買不到鋼化玻璃 那怎麼辦呢? 難道就這樣串鬚? 這種事可能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但我作為一個具有探索精神的調查員 這些小錯誌 當然我是不會害怕的 買不到不要緊 因為接下來我要去的地方 肯定會有很多的鋼化玻璃 而且肯定有更加專業的相關人士 跟我來吧 那現在看我身邊的那位呢 就是廣東省質量監督玻璃檢驗站的吳黎老師 吳老師你好 那今天呢就得麻煩您了 因為我想找一塊鋼化玻璃 鋼化玻璃是嗎? 我們這裡有很多 啊?真的嗎? 對 可以現在帶我進去看一下嗎? 行,走吧 好,謝謝老師 這裏面是嗎? 不同厚度的鋼化玻璃 它的溶住是不同的 在建材店裏面 老闆就告訴我們 通常我們在家的肉室和羊桌 所溶到的鋼化玻璃 它的規格是六毫米到十毫米之間的 吳老師 今天呢我就想挑幾塊六毫米的鋼化玻璃可以嗎? 可以啊 我們可以做一個抗充性性能的一個比較試驗 拿這個鋼化玻璃和普通玻璃做一個比較 吳老師立刻帶著奇奇 選擇了一塊六毫米厚的鋼化玻璃 然後再選一塊同樣規格的普通玻璃 兩塊玻璃從外表上看簡直是一模一樣 老師我覺得這個鋼化玻璃跟普通的玻璃沒什麼差別 你通過做實驗就可以看出差別了 啊這樣要不馬上開始吧 韓老師這個就是做實驗的基礎是吧? 對做抗充性能的一個實驗 那它具體的操作過程是怎樣的? 這個呢 這個球呢 這個充氣體 它是一千零四十克 這個高度呢 球到玻璃的高度是一米 這個都是按個國家標準的要求來設置的 我們將會按照國家標準進行這個實驗 首先準備好一個將近兩斤重的金屬小球 然後懸掛在玻璃一米的高度之上 第一個接受抗充激考驗的是普通玻璃 看看普通玻璃是否可以承受兩斤重量的自由落體衝擊 只見金屬球從一米的高度直接下來 無情地砸在普通玻璃上 隨著一聲巨響 普通玻璃被砸到四分五裂碎在一地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鋼化玻璃 是否可以承受這種衝擊力呢? 這個球大概有兩斤重左右 剛才砰了一聲就嚇倒了 這個球掉下來的時候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鋼化玻璃 依然是原醜無血的 同樣的重量同樣的高度 普通玻璃應聲而碎 而鋼化玻璃就毫發無損了 哎老師通過這個實驗呢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在兩斤重左右的這個球 落在普通玻璃和鋼化玻璃的時候呢 這個普通玻璃真的是不堪一擊啊 而這個鋼化玻璃居然一點事都沒有 我覺得是不是這個球太小了 有沒有更牛一點的設備啊 這可是標準要求的這個重量 另外還有一個項目 鮮湯帶衝擊性能 它這個衝擊力更大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嗎 可以 這片是吧 對 哇 哇 老師就是這個嗎 對 就是那個小球的擴大板吧 哇 這也太重了吧 45公斤 那那個才1公斤 為了進一步驗證 鋼化玻璃的擴充擊性能究竟有多厲害 吳老師帶著我們來到威力更大的設備方面 這個球呢 足足有45公斤那麼重的 是剛才的細球重量的45倍 而撞擊的高度是從1米升到1米2 撞擊的方式從自由落體變成擺材衝擊 這個完全是剛才衝擊實驗的升級版 檢西銀元已經將鋼化玻璃安裝完畢了 擴充擊的實驗第一回合馬上開始 3 2 1 GO 同樣都是一聲巨響 45公斤重的大球在空中滑過一道泡沫線 好像重錘一樣狠狠地撞向光化玻璃 主持人立即上次調查 鋼化玻璃不單止沒有破碎 就連一條裂坑都找不到 因為那個鋼化玻璃是熱身工藝之後的玻璃 它機械牆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它的抗衝擊性比一般的玻璃要提高3到10倍 從以上兩個衝擊實驗可以提出 鋼化玻璃確實比普通玻璃更加堅固 這個也是它的價格比較高的原因 在我們平時的生活當中 其實很少會遇到這麼強的外力來衝擊玻璃 已經是如此堅固的玻璃 為什麼還會發生這麼多的自爆事件 難道這個跟外力衝擊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在家裡面用這個鋼化玻璃 主要是用在浴室和陽台 陽台經常都會受到這個陽光的直射 溫度比較高 然後浴室的話我們洗澡的時候 溫度也是比較高的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鋼化玻璃 承受不了太大的溫度差別呢 那不如我們做一個耐熱衝擊性能試驗 還有試驗可以做啊 那趕緊呢 那走吧 我們廣東地區氣候炎熱 不要說夏天 就連之前冬天都出現過30度高溫 陽台上的鋼化玻璃 經過太陽長時間的伺候 溫度有時可以達到40度以上 而浴室對家裡溫差變化較大的地方 沖熱水涼的前後 浴室內的玻璃 也都要每天承受著溫差的考驗 這樣說來 自爆的原因 會不會和承受不到溫差有關呢 那老師這個實驗要怎麼做呢 這個實驗呢是耐熱衝擊性能試驗 把玻璃放到這個烘箱裡面 加熱到200度 然後在200度的溫度下 保溫4個小時以上 然後把玻璃拿出來放到這個冰水混合物裡面 0度的冰水裡面 看這個玻璃是否破壞 喂 那他們的溫差不是相差200度 由於時間關係 實驗人員已經事先加熱了兩塊鋼化玻璃 和兩塊普通玻璃 這個時候 這兩種的玻璃已經去到了200度的高溫 喂 剛才我們的工作人員 就把四塊玻璃放了入這個 凌攝氏度的冰水裡面 分別有兩塊是鋼化玻璃 有兩塊是普通的玻璃 那不知道這四塊玻璃有沒有裂到呢 怎麼看呢 又看不到 這個時候 我看也是要麻煩我們的工作人員 麻煩你們 是怎麼看呢 實驗人員 一點一點的把冰水拋出來 然後取出兩塊玻璃 這兩塊玻璃雖然是沒有破碎 但是已經歸裂得十分有藝術感了 那這兩塊究竟是鋼化玻璃還是普通的呢 我覺得應該是普通的 這兩塊是普通玻璃 普通的 在經過200度的即時溫差過後 普通玻璃的表面已經佈滿裂痕 這樣鋼化玻璃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它真的 一點裂痕都沒有 看來它的抗溫差的性能也是比較強的 對 經過了實驗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這兩塊普通的玻璃 已經是裂到非常之有藝術感的了 而這兩塊鋼化玻璃 依然是安然無恙的 也就是說 鋼化玻璃的溫差是可以抗溫到200度 在我們平時生活當中 浴室和陽台頂多只會遇到30度左右的溫差 而餐廳的玻璃桌 假如遇到滾水 也只能達到100度的溫差 而國家標準要求是 合格的鋼化玻璃可以內受200度溫差 所以鋼化玻璃自爆現象似乎與溫差無關 標查員繼續在網上搜索 發現有個傳言說 鋼化玻璃雖然是異常勞固 但是都有漏洞的 那就是它的邊角位置特別脆弱 那是不是真的呢 可以承受45公斤重量撞擊的鋼化玻璃 四個角居然是不堪一擊 琪琪決定再做一個實驗來驗證一下 我現在會用鐵錘去敲這塊鋼化玻璃的其中一個角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碎 迷光真的碎了 剛才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塊鋼化玻璃是可以承受45公斤重的撞擊力的 我剛才只是輕輕敲了一下 就馬上碎了 難道我最近肥了 我沒有可能會有這麼大力的喔 鋼化玻璃的在這個邊角部位 它的應力的分佈和受力的方向 和這個玻璃中間的應力分佈和受力方向是不同的 這個東西也是鋼化玻璃的一個環節 這個東西就決定了鋼化玻璃在邊部受到敲擊的時候 容易敲破 浴室和陽台玻璃門經常被推拉開關 如果安裝過程中沒有安裝好 就容易撞擊到脆弱的邊角位置 極其容易留下安全隱患 因此生活調查條提醒你 無框的鋼化玻璃裝置盡量造成有框的 減少四角角被愛力衝擊的機會 雖然鋼化玻璃的四角角容易破裂 但是也只是受到愛力衝擊的情況下才會發生的 並不是平白無故自己破裂 那究竟有些鋼化玻璃為何會自爆呢 我們應該怎樣防範呢 玻璃中存在一種硫化鏈的結石 這種結石在這處理的過程中 會有一個經濟態的變化 這種變化會造成硫化鏈結石的體積膨脹 從而造成玻璃內部的威裂紋 這種有可能會造成玻璃的自爆 鋼化玻璃中存在一種物質叫做硫化鋰 這種微小的火粒體 體積膀最多一定程度後就會產生自爆 而目前還沒有辦法對硫化鋰進行檢驗 對流化鋰膨脹的速度和防範都是在研究當中 自爆時間沒有確定性 有可能是出廠後的一到兩個月 也有可能是四到五年 剛才專家就告訴我 對於怎樣防止鋼化玻璃自爆的問題 其實業界仍是處於探索的階段 但是鋼化玻璃的確比普通玻璃還好 如果真的出現了鋼化玻璃自爆的話 我們應該怎樣降低對我們自身的傷害呢 有了 在剛才的實驗當中我們可以知道 鋼化玻璃在碎了之後 會產生一些粉碎狀的荒粒 而這些荒粒是沒有銳割的 相對於普通玻璃來說會更加安全 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 我們暫時還未能控制鋼化玻璃自爆 那怎麼辦呢 那怎樣才可以降低鋼化玻璃 在自爆的時候所產生的傷害呢 那我就想到一件事 噔噔噔噔就是它了 防霸膜 現在聽我身邊的這位就是 真誠美洲龍汽車防霸膜經營部的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你好 張先生 在汽車的擋風玻璃上面貼防霸膜 我聽說過 如果在鋼化玻璃上面貼防霸膜 難道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 鋼化玻璃和汽車玻璃貼上的後部都是一樣的 防霸膜是裝在壓力容器上 以防止溶氣爆炸的金屬薄膜是一種安全裝飾 當溶氣內的壓力超過一定限度的時候 薄膜是先被衝擊 因而可以降低溶氣內的壓力 避免爆炸 那其實它的原理是怎樣的呢 它的原理就是說 它的防薄膜 在生產工藝的時候 生產當中 它有那些金屬塗層和那些 有那些生產特殊工藝 那些糕尖寨 就是貼上去以後 這個玻璃吸負力很強 那些爛了 它就不可以四周圍 那麼飛沈那些玻璃的碎片 原來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說了那麼多 還不如我們一齊來做實驗 會更加之直觀 來次實驗 準備了一塊 和之前一模一樣規格的鋼化玻璃 不一樣的是 來次這一塊鋼化玻璃 表面上貼了一層厚度 是0.05mm的防霸膜 早上調查員就要用同樣的力度和方法 去敲擊這塊鋼化玻璃 看看效果到底是怎樣 那我現在要敲的就是 無貼防霸膜的鋼化玻璃 OK 立即開始 哇 真是嚇到我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鋼化玻璃 在我敲了五、六下之後 立即碎掉了 而且彈到整地都是 幸好我做好所有的準備 如果不是真的 分分鐘的位置也有可能 那我現在就會用同樣的力度 去敲這塊貼了膜的鋼化玻璃 看看它會不會那麼硬 我剛才用同樣的力度 去敲這塊玻璃 我們可以看到這塊玻璃 是立即碎掉的 但是碎得非常之便宜 依然都是一個很整齊的正方形 而且碎了之後 這些碎片也都是黏在這塊膜上面 是不會像剛才這塊 沒有鐵膜的鋼化玻璃 彈到四周圍都是 同樣窺帶的鋼化玻璃 未貼防霸膜和貼了防霸膜 最大的區別就是烤碎玻璃 所需要的時長和碎裂之後 玻璃紮飛淺的情況 貼了防霸膜的鋼化玻璃 烤碎它的時間需要更加長 而碎裂之後的玻璃紮 被貼在防霸膜上面 並不止之前一樣四周年前 從防止雙人的角度來說 貼了防霸膜的鋼化玻璃 自罷後雙人的可能是大大下降 主要是通過兩個方面來實現 第一就是充分利用 鉤真層和金層層 提供玻璃的工程 中充一力 在表面分解 金層層的完整性 和高尖層的各地共同作用 產生的吸護力 吸住那些玻璃的碎片 防止那些玻璃碎片揮戰 有效的保護人生和財產安全 第二點就是通過獨有的碟層間 相互活動的玫瑰移 融解了千個玻璃作用 導光全幕充一力 形成了獨特的共同性 七線可以增強五到七個玻璃強度 從而有效防止影外力撞擊 所導致的玻璃捕死傷人 而值得一提的是 市面上防爆膜的種類 都是千差萬別的 建築用防爆膜和汽車防爆膜 從工藝上來說是很不一樣 如果市民要找家裡的鋼化玻璃貼膜 就要記得留意兩者的不同 調查到這裡 就讓琪琪為大家做一個總結 鋼化玻璃相對於普通玻璃來講 的確是會更加堅固和安全一點 不過美中不中就是目前還未研究出 怎樣可以防止鋼化玻璃持爆 如果家裡是裝玻璃的話 最好就裝上邊框 因為即使是鋼化玻璃也好 如果誰受力的話也會很容易碎 而在平時的使用過程當中 也要觀察鋼化玻璃的邊緣又或者是面板 會不會出現凸起又或者裂痕等等的異常情況 如果有的話就要及時作出處理又或者是淘汰 好了 今期節目是這麼多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